龙霸天这名字听着都霸气 但是到了王铁锤这儿还是不好使 我们来看这边精彩队局 铁锤还是打一下中炮 对手上马 铁锤上马 对手挺气足 红的出击 退击出击 回击过河 挺不马 兵器禁医 大家俩选择了一手平炮队局 压住退炮 本来就喜欢走这个兵无尽一的 一看这个人这么霸气 这么凶残 稳一点吧 五六炮 炮八瓶六 可以骑 六一瓶二 同骑 马八进七 可以骑 再补一手试 这招试一鼓 铁锤就笑了 本来以为是个高手 带来看花架子 公看不中用 走到这儿 可以骑更多的都是高居 同骑出击 可以骑吃完兵 同骑在高居 这是常见的变化 对付这个五六炮 就不能补试 一补试就输了 为什么说一补试就输了 因为你即便是打完击 同骑躲开 等以后进去抓你的时候 并不能形成一个弹子炮 来打这个击 因为这个四脚炮 这个六路炮就换回作用了 这招五试之后 红旗就出击了 可以骑打一下 躲开 可以骑 进击 红旗进兵 红旗进兵之后 红旗走得很大的 他就把这个兵给吃掉了 吃完之后 这个鞠容易陷到这里 所以一般都会选择一手退鞠 稳健一点 这要吃之后 红旗就上马了 上马之后 这个像给你吃 你敢吃吗 你这个吃个像 造成一个低头鞠 以后啊 红旗一瓶泡给你盖住 你这个鞠容易出问题 可以选择一种瓶泡对鞠 红旗给它对掉 可以吃掉 红旗在这里选择一手 高炮来赶 还是要引诱这个黑旗吃鞠 黑旗在这里走的还是不错的 没有敢吃这个像 因为你吃个像没有用 所以红旗产生不了威胁 只是说吃个子过过瘾 但是你吃完像 造成一个低头鞠 鱼工鱼手啊都不利 他点到下路 以后啊 可以过来支援一下 那红旗就定居一桌 你这个退炮没有用 我就说了 你退炮 黑旗这个红旗这个炮啊就升进来了 现在的时候走开 那红旗还是 菜中炮一打 你这个补像没有用 补了像打完马之后吃着炮呢 交换完 干脆啊就气死共杀了 打过来 那红旗把马一打 打着鞠呢 捉马 红旗来一个 回马金枪 以退为进 以后啊 再跳上去形成一个铁甲连环 那黑旗把兵一打 这个 子力少了 他就把子力啊都集结在这一侧 准备要跟红旗拼命了 红旗把马跳进去 三个炮架 就准备翻毒了 黑旗把兵一吃 红旗就打毒叫上 你这个像 飞边上没有用 这个马踩完之后啊 底下照样叫蒙公 所以说呢 这个边下也没用 不老将了 红旗先来一家 上老将 然后呢 一退炮 以后啊 又要上马江了 红旗选择一手退炮 红旗呢 走得很气劣 本身就比人家多得了 还有内炮的这个攻势 还有底炮的攻势 他呀就过来 枪形态给人家把军对了 你这个军又不敢不对 你躲开 这一将出将四出将 哪里受得了呢 只能硬着头皮 换掉 一吃 黑旗 顶住 红旗呢 他还不僵 他跳上来 下一步他僵 下一步 再一将 他就抽出炮啊 那黑旗就来一将 红旗 不守相 就为了不让人家抽江 制了一首试 那红旗 太族一将 尽忠 然后 红旗鸣 把这个中炮啊 给你赶走 停炮 你退这儿 那还不抓紧 跟你交换了吗 没有 他来一首 马五退三 他觉得这样是 他把炮给人家交换了 那估计要给这个 龙霸天腑气不出来 现在回马准备采释 诶 给个像 像主俩 铁锤呢 就把马一打 这样呢 是一个交换 但是我们要知道 交换完之后 红旗呢 可是马双炮 黑旗呢 双炮 我们经常说呀 双炮奔如牛 铁锤很潇洒的 整个一首 马基金六 上马 那这个龙霸天呢 不仅名字罢取 人干事也老弟 你看大势已去 人爽快的 就不得认负